中广核新能源 01811 今年3月初 披露获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广核集团提出私有化建议 私有化价格,计划长情有待落实,受私有化消息刺激 中广核新能源股价由1.19元,一度飙高至1.65元,市价差不多半年 中国广核集团未有进一步行动,而市场亢奋过后,中广核新能源股价回调至1.4元水平 正代私有化消息再爆上,随中广核新能源,经能清洁能源 005797 月初披露 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考虑向该公司提出全面收购要约 经能清洁能源股价随积由1.58元升上至2.18元 近期股价企稳在2.1元水平 居高不下,投资者若想捕捉私有化的获利机会 中广核新能源的投资价值较高 首先中广核新能源自公布至今已近半年 其次股价已由高位回调,直博水位比较高 因为按大摩推测,华能新能源私有化价格相当于2018年市账率的一倍 可以以此为参考 大摩又称,中广核新能源在2014年挂牌时 上市价为1.71元 顾把期目标价调高至1.71元 中广核新能源每股账面正值约0.217美元 以1美元对7.75港元作换算 每股账面正值为1.68港元 不者认为,有两成利润空间已经有足够直博机会 因此,不者建议投资者可后中广核新能源股价回调至1.34元小注吸纳 至于精能清洁能源,由于其控股股东北精能源集团持有红猫6能00686 不者担心全面收购要约,会变成把两间公司合拼 私有化精能清洁能源的代价包含现金及红猫6能股份 这是最大的风险 海尔自家早前提出私有化海尔电器0.1169建议 私有化作价便包含海尔自家的股份 令家若干现金 因此,不者认为中广核新能源最直博 我会买到一些股杂的股杀 我会买到一个股杀的股杀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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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有与一些股材那些股杀,在一般中心温重的股杀 可有厄Twitter 毗alı不股杀